好的,谢谢志愿,达拉喇嘛星期二在台湾为莫拉克台风的受难者举行起伏法会 中国对台湾同意达拉喇嘛赴台表示强烈的不满 已经推迟了原本要举行的指导改善两岸关系的一些活动 想想请收看美国的英记者来举报答 达拉喇嘛赴台湾为台风受难者的起伏法会的举动 已经对不断改善的台海两岸关系统的举动 在台湾被带伏法会担慮出台湾 有关要向美国内交 гл 만나 可能当然可以晴亚与新冠的交流 向美国界出纪 Cashư人的орош程 质量成年了八白少人最终的解禁但 如果说rip Estado弁度过来 《열ги Naz外交辉专行》 在澎印 bot上率对大人关系统的进行 大利业创造 sy重的奏结雇 在台湾迟达的中 offering 跟近平的lympic到台湾的兵计 和方向的基地 出现发展示威武次产兴计 通知中国方向在北京的兵计 发展示威武次产党的舆计 现在对台湾的人民的心理是有抚慰的作用 如果中国可以正面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我相信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会有改善 达赖喇嘛在台湾的祈福活动受到了众多台湾民众的欢迎 达赖喇嘛也非常高调的表示 自己的访问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但是这也不能阻止她与台湾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会晤 不过台湾马英九政府对达赖喇嘛访台仍然感到担忧 因为马英九政府主张与中国大陆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北京在表达强烈不满的同时 非常小心的注意不去批评马英九本人 而是将矛头指向台湾反对党的几个 向达赖喇嘛发出邀请的县市长们 美国之音电视报